云柳 蝴蝶兰 百合花 还有菊花等 色彩缤纷的各种花卉形成花海相当吸睛 这也是台北花市 因应春节到来 民众购买花卉需求量大增 农粮署方面强调 今年花卉产量增品质优 民众不用担心买不到喜爱的花卉 去年的11月底之前 甚至12月的上旬 天气都还很热 所以花卉就盛开 所以我们百合 百合 还有建兰等等这些花 因为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 因为天气就涨得快 所以我们现在的产量数量非常的多 品质非常的好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长陈俊安也表示 台北市政府会持续协助业者提升冷链等相关技术 呼吁国人多多购买国产花卉 冷链的导入其实让我们的花卉可以保持更加新鲜 保存期间更长 那我想未来这个也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台北市政府站在一个主管机关的角色 一定会尽可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的花卉公司 后卉市场人潮汹涌 其中最受消费者青睐的有这种俗称 玫瑰百合的重瓣百合 百合的样式一般就是单瓣 大多 那我们这个重瓣百合它就是重瓣的样式 花瓣比较多 那就是很像玫瑰的一个形状 那它最主要的特性一般我们的单瓣的百合 它就会有花粉产生会沾得到处都是 那我们这种重瓣百合它比较没有花粉的问题 所以没断码回去之后 它开花也不用去要去摘花心摘花粉 就很方便 那就是可以过年期间非常地应景 还有如同烟花般亮眼的金赏局也很受欢迎 它最大的特性它是线条状的然后是金色 那就是有一种带钱财的一个意思 那民政也会买这种的菊花放在家中 象征就是一年可以钱财滚滚来 那它的形状又是像烟火一样盛开 那也是象征说好运是新年可以旺盛 虽然整体花卉产量增 不过因为今年过年时间较早 不少花的盛产剂尚未到来 加上工资涨等因素影响 导致花卉价格上涨 其中百合花涨幅最大 蝴蝶兰及银柳也都有微幅上涨 今年的蝴蝶兰有少涨 那在今年的过年前的三桌 价格是84块 比去年的73块还要增加 涨的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提前 那有一些花卉本来它一月当中的这个量还不是很多 所以本来它是二月还是三月的 所以现在量比较少 因此这一些花卉的价格会比较高 价格的部分应该会比去年涨一点点 为什么因为工资涨嘛 什么都涨运输也涨 那花多当然价格会比较差一点 可是我预估今年会涨一点点 那量会比去年也会多一点点 以切花来讲 就是百合 因为现在的百合可能 价钱跟过年前五年可能会涨一倍 那以盆花来讲 不过这样的涨幅还在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 加上疫情趋缓消费意愿提升 台北花市预估整体买器渴望提升5%到10% 现在没有特别贵啦 但是整年度已经从去年初到现在应该已经涨了不少了 那会影响你买花的意愿 过年的话随着季节还是会买啦 就是有需求嘛 那有高一点 那会影响你买花意愿吗 差多少钱 差几百块吧 嗯 会影响你买花意愿吗 还好因为我工作需要所以必须买 以今年来讲我预计差不多会有多了5%至10% 因为它的量有多出10%出来嘛 所以我预计差不多在5%至10% 迎接兔年台北花市也在三个地点进行春节花卉布置 包括A管二楼AB两管间的空桥 及A管南广场的百合花海 提供民众采买花卉参考及拍照打卡 而为了服务更多消费者 台北花市分两阶段延长营业时间 1月7号起延长营业到下午3点 1月17号到1月21号中午 更将连续108小时不打烊 欢迎消费者到台北花市 用鲜花与盆栽布置居家 汇赠亲友欢喜迎接兔年的到来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